düşk 話題人物 隊號入座 坐哪裡 球場低排 嗨一點 嗨 今天怎麼嗨的下去 因為 今天主人不在家 大哥不在 今天大哥不在家 他們的柏林大哥 最近公務繁忙 今天稍微跟大家先請假一點 今天就是由我跟兩位宇哥 來跟大家一起來聊 上個禮拜三場的比賽 那我們就單刀直路了 我跟Henry都直接覺得說 既然鎮宇哥來到這邊 我們要聊一下 目前看起來 要道歉是不是 我們先道歉喔 我沒有啊 すみません わかりました 我們兩個可以 我覺得可以 你個人可能到現在要更多 我個人到現在要更多 對啦 因為我們在賽前的預測 就是開季前的預測 我是說如果 不換洋將 再次強調 傑梅洛 對傑梅洛跟這個 另外一位是講什麼 Summer夏天哥 對對對就是 如果不換這兩位 因為我那時候看熱身賽 我覺得這兩位 不太有你們球隊的隊型 所以因為你們要補的 就是在這個封線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威力不夠 所以我說如果不換洋將的話 我大概覺得只有10勝 所以我就沒想到開季 然後從你開始倒數 開季四連勝之後 開季四連勝之後就 欸 M6 對對對 直接M6 然後我說那個夢想家高標 今年拿30勝 開季又二連敗 又二連敗 那是這樣 所以我就M8 M8 對 所以這個禮拜夢想家 跟國王正面對決 我們兩個其實 我跟雷哥壓力都蠻大的 對 有點忐忑 所以其實內場比賽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 102比82 結果是一個非常懸殊 20分的差距 GAME12 編號第12場比賽 那那場比賽呢 中斷了國王的開季四連勝 但國王現在勝率還是有八成 排在第一名 對 但是那場比賽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多人的討論 就是T不斷的差 好幾個T 對 一直差 一直差 然後兩邊火藥味十足 聽說真的就是球員跟教練 球員或球員之間 甚至已經有人被罰款了 非常嚴重 沒有我們請當事人嘛 好當事人 坐在板凳區的 我先說說 那時候 因為好我們先幫大家減數一下 就是這場比賽呢 在第一節的尾聲的時候 剩大概1分50秒 Kyle Julius先被差了一個T 就是跟廠商抱怨嘛 對 那板凳區呢 隨後也在同一時間 幾乎同一時間 也被差了第二個T 所以就是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冠家拿到了兩個技術犯規 那在第二節的 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8分 8分54秒啦 正確的時間是這個 那曼尼高上來 那Point去把它拉下來 扯下來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有一個 第一波的衝突 因為兩邊是洋將嘛 誰都不想輸嘛 對 這兩個身體就靠上去 跟我們看NBA的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就上去 就是語言啊 身體交換了一下 就是溝通了一下這樣子 那 接下來呢 因為場面就開始比較混亂一點 那 金榜呢 就有過去想要勸架 所以他也把Point去推了一下 那場面也就有第二步的衝突這樣 最後的判決就是呢 Point在拉 曼尼高的時候呢 他得到一個U 違反運動精神 那在後續的動作呢 因為他跟金榜也有一些 就是推擊 所以呢 各打50大板 所以各拿了一個技術犯規這樣 那因為Point在這個當下 EU一踢嘛 所以他就被奪權出場 那後續呢 就剛剛正雷一開始講的 有 老吳後來有做了一個 比較不恰當的動作 是因為對著裁判去 所以呢 他也因為這個手勢 也被插了一個踢 那聯盟呢 後續也因為這個動作呢 追加了他的罰款 一萬五千塊錢 這是 上訴的事情的減速 這是我們看到 不管是從轉播 或是在現場 得到的表面上的這些數據呈現 當事人 你就坐在板凳處 你都見證到 其實這因為這場比賽 跟孟王家的比賽 我們在 不管是在賽前上一場 其實都會知道 其實跟孟王家的比賽 會是一場身體對抗非常激烈的一場比賽 因為孟王家的防守的確就是這樣 上身體上的很兇 想辦法壓迫你 靠他們的防守 轉換快攻得分 這是他們最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們在對球壓迫 或者是無職球的 都會推 他們可能會 強籃板也會推 都會這樣 當然在裁判允許的情況下 當然沒有問題 那你當下發生的時候就是 很明顯 因為那個是 我們的那個Kenny 上完籃 然後他覺得被 直接扯下來 然後他當然很不爽 他就要去跟他回去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弄我 然後金榜那個時候 其實只要去勸家 真的勸家 可是剛好Pointer 又覺得好像 他要來惹我 要來惹我 所以要用力推一下 情緒都會上 但其實金榜他不是一個 這麼容易被人家欺負的人 應該這樣講 他就是如果我平常OK 就是我 可是我當下 你這個要來的話 我不會後退 他會覺得我要照顧我隊友 對 我要幫我隊友講話 然後所以他就會去跟他 有一些 你為什麼要這樣 後來被拉開才會是 產生這樣的狀況 整場比賽都非常的 身體上都非常激烈 就是他們對我們也是 我們對他們也是 我覺得這場比賽 會有這麼多的 技術犯規 其實都是來自於 就是兩邊 打法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就是 非常值得 和球迷們討論的 就是在 在球場上當下 當然就像 鄭宇剛講的 激情四射 就是大家自己動作很多 可是 雖然說 有這麼多的技術犯規 可是兩邊的教練 進了賽後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在各自 闡述這場比賽 減評這場比賽的時候 都沒有提到技術犯規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是一個 非常成熟的球隊 跟教練 就是他們會對於 場上的行為 或是場上的賽 在比賽的結果 透過球賽來去做解讀 而不會說 因為這個技術犯規 讓我們球隊 就是可能氣勢倒向哪一邊等等 因為我覺得 技術犯規都是 比賽中的一部分 那如果因為 一個技術犯規 兩個技術犯規 整個天秤又倒向一邊 那等於說這場比賽 就因為突發狀況 好像球員就沒有辦法 根據場上狀況 繼續的比賽 那其實這個狀況 本來就不是一件很對的事情 球員應該是要專注在 每一回的攻守 就把技術犯規 那個當下 搶成是一個play 所以那個play過去之後 大家就要開始回到比賽中 去針對彼此的攻守打法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拆解 或是做一些攻擊 做一些防守 所以那個把它 視為當下一個play就好 不用去想說 這個play結束了 就會整個就要倒向那邊 尤其是 才第二節而已 時間還非常非常的長 我覺得講到 夢想家的比賽 因為這是夢想家的第五場比賽 那我覺得 今天看這場比賽 就看完之後 我有一個感想 我不知道雷哥有沒有這樣的 同樣的感覺 就是 可以喔 可以 就是夢家的前四場比賽 因為他是從主場開始作戰 所以前四場比賽 其實打得 綁手綁腳的 他們基本上在比賽中間 是在跟自己的比賽 就是他們要處理自己的問題 可是 這場比賽到了國王隊的主場 他們比較像是有在 對戰對手的感覺 包括 他們面對場上的狀況 跟對手的對決這樣子 他們拿出自己有的本事 然後跟你們去對決 這場比賽 比較像是 夢想家 今年正式的第一場比賽 前面都很像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跟自己的比賽 但這場比賽 像是跟對手在比賽 我覺得有這種感覺 我是覺得 就是以現在夢想家 的狀態調整 因為他們熱身賽打得很好 對 然後 這個到等一下也可以跟這個 這個正元來聊 就是熱身賽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他們熱身賽打得很好 我們就會覺得說 他今年的第一場是不是很快 又會進入狀況 結果在開季的時候 反而沒有這種感覺 然後 慢慢覺得就像 這個Henry剛講的 我說 好像這場比賽 我把對手 真的當作是對手 我有想要贏球 然後我還記得 在上個禮拜 我們有特別講到 就是 Julius教練有一隻 在提醒自己的球員 就是說 你要打得更physical一點 更多的body contact 你打得越比對方胸 越有這種身體的碰撞 越敢去跟人家碰撞 你們贏球的機會就會越大 那當然夢想家豐收 可是我們一直強調一個問題 就是夢想家的進攻 他可能沒有辦法得到足夠的分數 所以呢 過去呢 我們可能自己都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要增加一些 進攻的套路 進攻的方法 或者是一些增加 持球點 進攻點 等等等等的 但今天賽道記者會 Julius講了一個點 我覺得 滿有趣的 大家可以 也討論看看 就是說 Julius說 他這場比賽呢 因為前四場比賽 球隊也打得比較掙扎 他自己也有去做一些修正跟討論 他做的修正是什麼 他把球隊的進攻套路跟方法 拿掉90% 他說過去的整個修賽季呢 他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想要修正進攻 所以呢 加了很多進攻的套路跟方法進去 所以球隊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跟體力 再去做這些戰術 進攻戰術的演練 導致於前四場比賽大家打得太複雜 方法太多 那呢 在過去的時候呢 他就把90%的戰術去拿掉了 那讓球員打得更清楚更簡單 那賽後我也問阿吉這件事情 我就問阿吉說 那你自己在整場表現 那還有一些進攻 加上說打得比較清楚 他說 Julius有個別每個人去問說 你喜歡的戰術是什麼 你習慣打什麼戰術 他問了一輪這樣下來之後 去統計出來 大家最喜歡的八到十個戰術 這場就只用這八到十個戰術 感覺起來收到一個蠻好的效果 所以 感覺起來我們一直在講說 孟王家的進攻 好像 有點有時候會卡蛋 有時候可能不夠得到足夠的分數 是不是進攻不夠多樣化 其實反正剛好想法 因為他們想要去修正這件事情 反而放了太多的努力進去 結果導致球員可能打得太複雜 那這樣的比賽看起來就是簡單非常多 那因為他們扳倒的是 已經四連勝了國王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話題 講到下一場的比賽 就是在今 應該說是上個禮拜 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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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號的賽事 那樣比賽 國王的104比89級 敗了勇士隊 然後拿下了開季的四連勝 那當然 雖然禮拜天輸球 不過四勝一敗勝率八成 還是目前聯盟六支金女當中 最棒的 那就要請這個 曾宇來獻稱說法 你覺得國王今年 因為我們在交易的時候 會覺得說 後衛好多 風險很弱 那你覺得在今年 國王隊能夠拿下開季四連勝 目前為止 勝率八成還是聯盟第一的 關鍵在哪裡 我覺得第一個關鍵點 當然在於防守 我們可能上個賽季 大家會覺得我們的防守 好像沒有我們的進攻 來那麼亮眼 但這個開季以來 其實我們防守效率 前面幾樣比賽 其實只輸莫王家 莫王家的防守效率 當然是最好的 那當然第二可能是我們跟富豹 其實有這樣的轉變 當然其中第一個點是 金榜的加入 對這個幫助非常多 因為他不只可以一對一的防守 包括團隊防守 包括我們在守盯人 守區域的時候 他都可以提醒到所有的隊友 那這很重要 那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除了球員加入之外 在於Ryan他來的時間比較早 他也可以從很早的時間 就開始放入他想要防守的方式 他會一直不斷提醒 我們有很多的時間去 可以去從細節開始去提醒 去年度比較少一點時間 就沒有辦法讓球員知道 可能碰到任何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做 那今年會比較清楚 那大家也比較習慣 可能大家會很清楚說 我們碰到這樣子類型的對手 我們就要怎麼樣 我們碰到什麼樣的 我們就要怎麼做 所以今天大家也會習慣 我覺得這個關鍵 在防守端跟Ryan比較早 來讓大家一起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關鍵 那再來一個關鍵 就是大家會講到說 交易這件事情 那當然凱傑跟那個Steevo離開 我們當然都是一定會不捨 那一開始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輸回來了 那跟我們是不是很多顆球啊 大家不夠分啊 可是現在會發現一個情況是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 可以持球進攻的選手 所以每個人的壓力都減少了 我聽到不是這樣喔 你聽到的是 我聽到的是好像有些人 就是擔心球不夠分喔 沒有啦 是不是這樣目前為止看起來 化學效率是好的 對因為像 第一個是凱因就不用那麼累 去年他負擔非常大的 持球的責任 對沒錯 那今年開季到現在 當Cash & Shoot的設備 對啊 準到爆炸 超準的 太誇張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效應 因為有輸回家 有更多持球 加上我們的那個Kennie 他也是一個可以持球的 一個洋獎 所以就會變成很多個 持球選手 相對來說不管是敏哥 他的壓力也不會那麼大 不會說都要得分中 但都要放在他身上 你講一個關鍵 我覺得那個禮拜五的比賽 剛好說我去撥了 我覺得Ryan教練的調度 讓楊敬敏那場比賽 只打了21分鐘 他調度的比許靜澤教練 更像許靜澤 對就是 更靈活 對因為你許靜澤教練 我們知道富翁老師就是 反正的深度很強嘛 所以他會不斷的讓這個二三線上來 然後去調節先發的一個體力 所以在關鍵的時刻 可以讓這些球員 可以用比較良好的狀況 去打這個第四節的clutch time 那這個那場比賽我認為 就是新北國王那個打起來 我感覺真的是很舒服 就是說 他有控制住主力球員上場的時間 那當然楊敬這兩位打的時間 也比較長 但是整體來講 他會讓反正上來的人比較多 包括像林金堡 包括像戴維斯 包括像簡宜哲那場比賽 也打了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那場比賽整個調度 讓我就是覺得說 是不是你剛剛前面講的 第一個是金堡很假的 第二點是 關鍵教練今天是 第二個賽季 來帶新北國王 他現在好像越來越了解球員 對 因為他會比較清楚說 知道說這些球員 我要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他也會一直 不停的跟教育團討論 比方說 我們先不知道上誰 然後第一個 第一個換上來的人是誰 碰到什麼情況要換誰 所以大家可能有時候會看到 第一個換上來 有時候是俊男 有時候是佑澤 有時候是金堡 所以變得會 市場上的狀況去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而是 他到第二點更熟悉了之後 然後也更靈活了一些 那當然包含說 其實這樣我們球員交流 像金馬加入 因為金馬加入他可以 3號可以4號 所以其實要 我們的位置上 變得比較模糊一點 就不會說 一定要是中風打中風 前風打前風 後衛打後衛 公房就比較多樣性 對 就很多變化的一些空間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覺得講到凱燕 就是剛剛 鎮宇有講到一個重點嘛 就是 蘇維的加入 讓凱燕或是其他人 能持球的人的壓力 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這個在這週 國王的兩場比賽 非常明顯 禮拜五的比賽 因為蘇維的上場 所以基本上大家 攻守打得非常嚴重 凱燕的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但禮拜天的比賽 對到夢寶家的時候 因為蘇維腳步有點不太舒服嘛 所以下半場沒有打的時候 其實凱燕就被很多次 針對持球去做壓迫 那也造成了一些失誤 然後進攻上也沒有串聯這麼好 所以這個就是 很典型的兩個例子 剛好在本場比賽 本週的比賽出現 就是剛好呼應 鎮宇講的一個重點 但這件事情也可以 也是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球隊來說 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在這個階段 我們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 就不會是前面都很順啊 四連勝啊 可能問題稍微少一點點啊 但我們現在發現 比較大的問題 當然我們就可以針對這件事情 去做調整修正 可能不管是 兩個持球的人都在場上 或者是只剩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調整 我覺得這就是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場 輸球 可以讓我們去調整 讓我們知道 哪些地方需要進步 那再來呢 這個禮拜有三場 應該上禮拜有三場 我們要來聊最後一場 那為什麼上禮拜只有三場呢 是因為禮拜六呢 沒有排比賽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投票 沒錯 所以我們就要進入到禮拜天 也就是最後一場 五點鐘打的比賽 那五點鐘打的這場賽事 是鋼鐵人跟李航遠 開湖之戰 這是一場開湖之戰 因為兩支球隊賽前都沒開場 對 零勝三敗跟零勝兩敗 但我真的看完之後 我都會覺得說 太強了 不太強 真的就是 不太強 好像完全沒有融入到球隊當中 他好像也沒有很 很 進入到狀況 除了他自己之外 然後他跟隊友之間 我覺得也沒有很信任 然後 到了下半場 我發現他打的有點異性來散 所以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 自己心裡上面有設定什麼之類的 比如說 他可能看到隔壁棚 魔獸 就是讓大家大為報道 然後自己也是打過NBA的球員 是不是來這邊 怎麼沒有那麼多人在 吵我的新聞 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結果在第一場比賽 他的 我覺得不是很及格 我的感覺是這樣 因為其實像這種 像Terran Jones他來 其實這樣比賽可以 我覺得可以蠻明顯看出 他想要找自己的狀態 他可能也是很久沒有比賽 然後剛好他前陣子也是在受傷調整 然後進入到這樣的比賽 他想要他的開箱戰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其實他們很多高位的戰術 其實像他拿到球之後 我相信他們 Dee Murray是有設計一些套路的 但很多時候是Terran Jones拿到球之後 他就想要攻掉 他也想要攻擊他 然後跟他攻擊的時候 我覺得洋洋來到台灣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一定要適應裁判的尺度 那當這個裁判的尺度 你不適應的時候 可能很多球你覺得犯規 可是沒有犯規 或者是你覺得 我這個時候 這球應該是 應該是我要到犯規 或者是我沒有要到犯規 這種時候他開始要跟財法 argue 開始會去想說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這種時候 會對他的球技 會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當他適應之後 搞不好是另外一樣 真的太強了 搞不好 搞不好 以第一場開箱來講是不太強 不太強 不太強 但這場比賽 碰碰 起飛啊 真的起飛了 灌籃欸 灌籃然後還有防守 不是他灌籃嚇到我了 嚇到你了是不是 因為很久沒看到他灌籃了 會飛欸 我覺得他本來就有這樣子的能力 那就是今年賽季 為什麼我們在開季前 我也在預測說李航元今年會不錯 哈哈哈 李航元就會打進季後賽 就會打進季後賽 你看現在一勝兩敗 是不是機會多了一些 有機會多了 有機會多了 但內容看起來是 往好的地方去 對我覺得 呃 卡帥 對卡帥還有包括像是 桑尼的加入 我覺得基本上都會 等於說球隊動起來了 然後黃翰也終於打出了 他這種全方位的身手 反正說台版追夢率 對啊 欸真的有 今天有 今天這個 禮拜天那場數據 投進了4顆三分球 攻向了18分 然後有14個籃板 包括4個進攻籃板 11次的助攻 3次的超級 而且只有兩次試 他的失誤比 追夢率還好 還好 追夢率傳出11次失誤 大概應該也要個5、6次的失誤 台版追夢率 對對對 所以台版追夢率 在這樣比賽也打得非常的棒 然後再加上 上個賽季的最佳第6人 盧俊翔也有得到21分 然後包括小白 小白其實 在下半場也打得還蠻不錯 就是說他對於九檔的 空間啊 理解我覺得表現不錯 10分 4個籃板跟5次的助攻 所以我覺得 比現在有卡帥彈尼的離航員 好像真的 目前看起來 是比鋼鐵人 要好一些 對不對 我覺得Caminos 他其實去年在台中太陽 隔壁棚他有證明過他的實力 然後加上他也把Sunny一起帶過來 那Sunny其實也是他的系統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可以看到比賽很多 他們也是很多高位的一些 戰術的配合 尤其是Sunny在外面 因為他可以投籃 然後他可以傳球 所以他重點是他們可以讓 所有的球員參與進攻 我覺得這是那個領航員在 我覺得一開始他們也在摸他們的 新的系統 因為跟去年可能差了蠻多的 所以他們重新適應這個體系 然後開始去了解說 我這個進攻到底要怎麼打 每個人都開始在了解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換教練必經的一個過程 需要知道說 這個教練希望你進攻的站位在哪裡 細節是什麼 真的了解的時候 球員才有辦法開始在這系統中 找到自己變通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因為像我們去年Ryan 是來的比較晚 那我們也是經歷過一些震盪 會比較慢熱一點 因為教練真的要思考東西 不管是球員的調度 訓練的內容 準備比賽的方法 那個我覺得都需要非常多時間 那不然說現在鋼鐵人在 Ding Murray剛剛提到 他到底想要什麼樣類型的洋將 然後他了不了解 遺翔 了不了解正如 雖然說他之前在執教夢想家 但那畢竟也是三年以前 那籃球這個東西變化其實是非常快的 不見得他三年認識的那些人 跟三年後認識的那個球員 他的技能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都是他需要 重新適應 所以一開始現在就給Ding Murray 一個說可能他不太好的評價 我覺得是有點太早 演織過早 對我覺得有點太早 因為你給他時間根本不夠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他們的老闆高層 然後像是Kenny哥高檢嚴總經理 他們應該都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讓Ding Murray下去試一下 所以我覺得 應該還會再觀察一段時間 雖然在上個禮拜天是輸了30分 然後算是自己家主場的開幕展 打得不是很理想 不過接下來他們要繼續努力 而且下個禮拜二 應該說這個禮拜二 這個禮拜二呢 就是會出現第一次 周二的比賽 11月29號 那也是鋼鐵人的主場 要跟工程師 這裡有一些話題出現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總經理就從這邊挖過來 所以我們到時候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下週 會有這個禮拜二的比賽 對然後就要進入到12月份 12月份當然週末的比賽也就要登場 所以我們到時候 一起大家可以持續的鎖定 欣賞我們最精彩的Blus League 同時也可以鎖定球場第一排 我是楊正磊 我是Henry 我是林正宇 我們球場第一排 下次再會 拜拜